同样生完孩子,孙丽,杨幂,刘涛片约不断身价暴涨,而她却无戏可拍。 姐!娱乐新闻! 检举此片! 如今很多女星为了保持身材,大多数都不愿意生孩子,因为生孩子就会发泡,而且演员这个行业,有很多人都是靠脸吃饭的, 所以还是尽量保持自己的身材,可是也有很多女星,生了孩子,而且视野也没有受到影响,娘娘孙丽就是其中一位,孙丽大家都知道是邓超的妻子,两人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孩子,但是孙丽的身材恢复得也非常快,而且视野也越来越好。 如今还是国内的一线女星。 当年杨颖和黄晓明结婚,算得上是超豪华阵容,仅来了半个娱乐圈,杨颖也因此火遍全国,粉丝更是暴涨,确实和黄晓明结婚,让她的事业更好了, 可是结婚之后不久,杨颖就怀孕生子了,原本很火的奔跑白真人秀节目,baby也退出了一季,但是生完孩子她恢复得非常快,直接就投入工作,不但没有下滑,比以前更好了。 杨颖也是近几年刚刚红起来的女星,当年和刘凯威结婚,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女儿小糯米,当了母亲的杨颖,身材恢复得非常快, 而且对于工作,她也是一个非常拼的女人,重新回归工作之后,杨颖的事业越来越好,名气越来越大,尤其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让杨颖奠定了自己一线女星的地位。 刘涛大家都知道不但是生了两个孩子,还嫁入豪门,但初影谈好长一段时间,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,后来老公破产,她被迫付出赚钱,可没想到付出之后的她,比之前还要火,生孩子确实胖了不少,但是她每天都坚持健身,所以现在身材非常好, 还有马甲线,可以和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拼一拼,但是有一个女星,她曾经也是一线女星,出演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,《大舞声》,《全程热恋》,《夜半歌声》,《流星花园》等等,都是她的代表作品,这个人就是大S,当年她是绝对的一线女星,和刘涛一样,最后都嫁入豪门了,之后生了两个孩子, 虽然生完孩子胖了不少,可是她也减肥成功了,可就是一直没有戏可拍,根本,没有人找她 最后她只能坏第三胎了